逢星期一至五 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 扮求均真 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 啤梨 林匡正 譬如你說唱歌能夠爭取到香港獨立的 我們就唱歌 他講得出 做得到 今次的星期五集會 我們決定了是一個絕對和理非的一集會 港獨派今晚吹大雞 有大台 有歌廳 還有片看 左膠那套東西是要學習的 真是十三億人都震驚了 說過為了建國會不擇手段的他 上個星期被選管會取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 他說什麼都沒用 因為我們就是不聽他說 因為我們就是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低頭 當時還預告定 今個週末會搞壇大壇事 針對這次選舉 誰知他星期四凌晨開Facebook 公佈這壇所謂大野是什麼 雖然我們是假設天馬公園 旁邊有特首辦 有軍營 有政總 有立法會 但是我自己本人 就不鼓勵大家去衝擊這些建築物 因為沒用 陳浩天在形容 這個是獨派沙馬造勢大會 說已經向警方申請了1000人參與 拿筆反對通知書 到時有大台 有片看 有歌聽 還會請給DQ的他們上台發言 總之一句說完 就是要和理飛過泛民 是曲還是直 你覺得呢 我都請大家要相信和忍耐 我們是需要等待時機 和理飛的集會行動 最終是會開花見過 不會是和平散水 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滾到5萬人 或者10萬人 甚至更加多的話 我們是不會就這樣做 不會叫大家回家 但都說明了 如果到時有人要衝 狗賊是不會阻止或者譴責 甚至會幫忙掩護 不過全民警方會派2000警力報防 警察出手 曾玉成的出口 叫人別再就港獨大做文章 說一國兩制下是不能不容許的 沒有人想看到直選 變成宣傳港獨的平台 好 回到8月5日的《啤梨晚報》 林康正和我都在這裏 今天就閒閒閒 即是weekend 各方面都可以說一下 首先說一下 這個所謂獨派 今晚是曬馬林康正 你會不會去 今晚看一下 8點之後 都要看一下環境情況 但如果有空的話就可以去 反正如果和你非非聚會 大家又不覺得需要什麼成本 抗爭成本 去趁熱鬧 或在現場看一些新進的年輕人 當然有一個陳博強的大 台上的表現是怎樣 其實香港的抗爭運動 林康正你寫過 你寫過很多幾本書 正正式來說 其實畢竟都是這幾年的事 即是之前泛民主派 我們不要先踢死人 我們比較理性 其實當時他們只不過是 我們現在試他們是怎樣說呢 是體制內的反對派 他還未至於抗爭 所以很多事情被我們笑 剛才那段影片 其實蘋果是挺崩周的 他用一種挖苦的態度 挖苦港獨派 這些態度有餘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 最近我不說台 有很多平時比較中立 譬如有聽我們 有聽花生台 有聽人力的朋友 我都知道他們是 抱那邊多一點 沒有所謂 我一向是不理的 沒有所謂 你喜歡抱誰 經過你獨立思考 沒有所謂 但是近日 那些小動作 去攻擊我們是多了很多 從來幾年都沒有攻擊過我的 甚至乎他的 子女行奸都流露到 他覺得我是一件事 覺得我的人 他都不是怎樣攻擊我的 甚至乎 我也見過 他會因為 有人對我的批評 他都會和我抗爭 但是這些人 現在全部都出來了 當年他們攻擊我沒有問題 或者我做得不合心水 或者我真的做錯事 但是很明顯 我自己覺得是選舉而來的 我在想 我和你做節目 就已經這樣 如果我們選舉 就死定了 是的 政治 西城金班會 西城雪茲說 政治 你就不會講道德 因為政治家 或者玩政治 一定會髒 骯髒 卑鄙無恥 如果你不夠 卑鄙無恥 不夠骯髒 你就不要玩 像馬英九 這麼有道德 就沒垃圾 沒垃圾 我想說 一到這裏 有很多爭論 近日 是否可以用任何手段 為了達到高尚的目的 我和大家說 甚至乎 你的目的達不到 政治和做人一樣 不過 你的手段已經沉沒了 我們看到太多了 但是 為了生存 為了權力 因為你沒有權 一切都沒有 老實說 如果以我們中國人玩的看電影 你不要看那些 House of Class 那些 那些 那些還有很多無奈 真真正正 還何況 在中國人玩的政治 你只要看別的 不要說 只要看曾育成 這段時間他們少 例如我做少一天 星期一就做少了 於是有些事情 都要說 你只要看曾育成 由開始撐 到不撐 又到撐 轉了幾十 關於確認書事件 究竟你是怎樣 究竟其實是怎樣 根本就不能有個人意志 到了最後 法國可能有機會選舉 又或者收到阿爺的招呼 很簡單 就是不可以有港獨 但其實大家我想都明白 打擊完港獨 你們沾沾自喜嗎 接著就搞你泛民 你們沾沾自喜嗎 接著就搞你建制派 搞你資本家 看到的 共產黨的生存 就不斷不斷鬥爭 好像第二席 我們今天會多說一些 我覺得沒有什麼準備 有時候閒聊 還會多說一些 709 胡錫根 其實 或者昨天的《現代合傳》 會把那段宣傳片 其實 你抽空一些宏觀 說真的就是絕望 說真的就是絕望 你有什麼辦法才不絕望 你好像現在這樣 蘋果偷這個港獨派 說他們和你飛飛水 是 他們說要勇武 其實只不過是在一些場合 一些場口上面 他們認為在那個場口要這樣做 是 從來沒有說 見人就打這樣 於是 那些 這陣子我對阿毛哥最不順超 就是 遇到那些年輕人質疑 其實第一 我都說過 你都說過 我認為那些年輕人 是不需要質疑阿長毛的 我真的兩方面看 你自己做 你一定要看到長毛 就要依賴他 覺得他是一個抗爭偶像 一定要去帶領 你們自己說沒有大台 那你就自己做 你一定要依賴他 但是 好了 你們是年輕人 我又這樣說 他問他一句有點躁動 問錯 不懂看人的眉頭 眼睛也好 阿毛已經很興奮 那個火雞 還沒近身 阿毛 就吵你什麼 吵你怎樣勇武 唯我叫我勇武嗎 每次都是這樣 我覺得阿毛 你不需要這樣 我真是吵你 我尊重你長毛 可能我這樣說 這個都被人吵了 現在的人來說 吵你一刻又沒有吵 你一刻 那些年輕人講道理 你講不贏人嗎 如果你真的講不贏人 你會發覺 要是這樣的 那你也是時候收皮 當日我們為什麼支持你 就是你夠膽走前一步 是 有時候的事情 很無無謂 無無謂 我覺得 互相吵架 最無謂 最無謂的 其實 港獨派 所謂的 或者自主派 這些全部都不容於 共產黨 在當前的時勢 除非 西濟市真是 不得已地 就像陳雲所說 郭少說 可能有去到一個時候 他要逼你獨立 天 這個時候 我不在那裡長聚 大致都是去大陸的局勢 實在是泰國不想辦法 又籌不到錢 香港又爛了錢 又套不了錢 或者你太麻糕犯了 於是讓他獨立 寧願國內訪校 你獨立的 沒有那個險 都好過沒有了 這隻新金版的雞 這個情況 我就不覺得會存在 以現在的大中華 那種情意結 但是 我想 不會存在 為什麼 萬一讓你香港獨立 也不要說 連鎖校 認骨牌校 認西藏 新疆 台灣那邊會怎樣 只是大陸的人 都打死你 因為中國共產黨 是以民族主義起教 一點都不能少 有些領土會分裂出去 這樣會影響到他的生存 你可說不好聽 有些叫做 黑龍江 以北 不知道什麼 有時候大家都當看不到 就是全個14億人 大家都當看不到 看不到 不想說 你說什麼 你在網上 但是香港實在太過外眼 那些是後話 我覺得現在 既然不是選舉 搞一些群眾聚會 開始慢慢唱跳舞 是無所謂的 其實從來 我自己覺得 當然那些左膠唱歌跳舞 我們批評 其實批評不是因為他們 唱歌跳舞 是因為他們只是唱歌跳舞 就是等於我們批評 青年新疆或很多人去自拍 不是批評你自拍 而是批評你除了自拍 你沒有做其他事 沒有錯了 而所有社會被你笑的和理非派 當日好像袁李明 快點那些 快點衝上去 快點衝上去 民營又扔麥 對於今次 和理非退集會 我看到有很多 譬如之前的和理非派 笑回你 沒有了 最後又要和理非 第一 如果你一向主張和理非 其實你應該開心 因為好像你的對家都認同你的方法 對於本土派 就是一向比較多是支持對勇武 要有勇武的心理準備和精神 甚至有時都會嘲笑和理非派 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就說你之後都沒有什麼 那你就要告訴別人 或者顯示給別人看 除了論述之外 當你們搞的和理非集會 的影響之後會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真的會多了人 以及真的會不會多了人 會有勇武的精神 是 這個是肯定的 不如說 譬如說Erica那天衝上去 都還有人質疑她 我覺得那是無謂的 質疑什麼 你們平時說要和平理性 現在你又這樣衝上去 為什麼呢 在他們的團案我不是說他們兜 他們其實沒有說不做這些事 不過他們要非暴力 正如大舊說 扔東西就扔一些軟的東西 是 扔硬的東西 好像在玉蚊那樣是不可以的 是 我覺得這些真是 去到現在的光景 老實說現在的形勢就非常清楚 好了 你看到一群他們的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我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大家可以安全一點 真的不用亂被捕 現在的形勢就非常清楚 然後你會去選舉程程 你論上會贏的 然後就會 甚至司法覆行 正常的法庭會判你贏 是的 正常的法庭會判你贏 也有可能不正常 是的 他判你贏是一件事 他不判你贏也是另一件事 判你贏 很有可能會有機會釋法 雖然今天 張淡明 我不知是特地找他說話 我們轉頭再說 就說好事不用釋法 但是你們真的不要這麼傻 不要相信選舉事務處的回覆 一會我們轉頭說 好 接著這段時間最厲害的 就是不要讓你們去寄 那個全單問題 是的 這些東西陸陸陸陸陸 慢慢 我覺得他夠膽的 我覺得他一定會在最後 在什麼情況下 要不就是立23條 立不到23條 這次用得這個 玩得過癮你又不反抗 就用得到這個樣子 是的 有什麼問題 十倍 一步一步侵蝕你 今天我無論如何 大家有一次就自己執政 我覺得如果沒有什麼 天馬南走一走 不要經常說網上 你倆人家大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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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去逛街 另外 你看看麥明斯 其實這個十丘港者 算不算是建制 其實是不知的 一時抱建制 一時抱民主 你可以飄忽一點 但他也是有他自己的思考 因為他有一條兒子 叫林作 我們就當他是建制 散了 我很奇怪 他的兒子是林作 不代表他是親建制 我之前有兩條例 尤其是我選區議員 我的女兒是民主黨去義工 他幫助對面去民主黨 我也沒有所謂 因為之前 你騙一條而已 不是真的拍拖 是他這件 我不行了 有一條女兒拍很久 但他又支持社記 喜歡去發生台 我也沒有所謂 如果喜歡社記 發生台還可以 民主黨我不行了 但是仍然要義工 即是那些人 那些人是傻子 那些人 接著有個港大民調 很猜疑地 梁天祺元 可當選 即是說他有得入的 就可以當選 挑逆了這些 即是他就照條 別人就照燈 如果他是沒有機會當選 根本就整個大龍鳳 就不需要做出來 是的 都說現在你看回頭 當日他不敢去選 其實當日沒有初日那件事 本民前去選 我都覺得很搞笑 我覺得很搞笑 你選什麼 我會質疑 有沒有一千票 我會質疑 一千票 我質疑到 那時候我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西瓜靠大邊 丹耳直攤票制 又說要跟誰捏 那些人何必要浪費票 你連玉敏 最初還沒有初一 他都說要吹雞 我也是 說要給楊岳橋的票 但是你好像我那些 就是猴子那些 因為我一定是不會投給公民黨 那你問不投 我又不會不投 我便會投給本土派 因為理念是比較近 我相信最少是一萬多千 我怪不得有 沒有緊接 這件事沒有發生 但是最後有六萬多票 於是才有這個確認書 這個風波 就是爬低臉 就是一切要掌控在他 操控之中 叫做交渡功課 總而言之 就是他們的國際 老實說 那些人說 在他的體統來說 也沒有理由在立法會 什麼什麼什麼 這只是民意 你不要說什麼 就是大家 其實就算今時今日 在德國 在美國 在英國 一樣有共產黨 在參選中 不過沒有人提他 譬如美國 那些崩州 那些共產黨 只有16840票 來來去那兩個人 也沒有人美理 那是不可以讓他們參選 甚至乎有人在政綱寫到 推翻聯邦為原則 但是只要一天 他們還沒有行動 還沒有行動 即是根據那個什麼 約翰黎小寶條約 還沒有動 你也沒有動得去 很簡單 現在這樣 你有沒有23條 有沒有所謂的分裂國家法 你到現在 聽我們節目的朋友都知道 他們都在玩 不知道幹什麼 我們先看一段影片 看看羅冠聰他們 又說要提福克 大哥 看完這段影片 我們最順利 等字眼 月亮 華耀自信 太陽 意見 香港眾志之後 再加上另一個版本 比 地球 油精柱 換走 火星 等字眼 這樣的新聞你看得明白嗎 同樣道理立會選舉 要用這樣的單張做宣傳 對他們來說 公平嗎 8月1號 我們收到消息 自主自決 自立 這三個字 都不穿單 香港眾志 迫著把這些字眼 變成火星文過濾版 那就過到審批 可以郵寄入屋 不過原版到現在都還未批 最離譜的一個 我覺得自主未來 我完全想像不到 為什麼我說自主未來四個字 然後選管會都說要 諮詢律政司意見 其實你看到很多銀行 都有自主理財計劃 教育局都有自主學習 過來到這樣才過得到 不過被留難的 當然不知道他們 推動公投法 或者香港人可以自決 二次前途的字眼 都不會收定 由局也好 選管會也好 是絕對沒有任何權力 來作政治審查 更加不可能 是審查政治主張 李卓人說過去沒有這種做法 搞到選舉整個大陸 擔心說不批的話 就記不到第二水 其實自主兩個字很平常 自主投票給誰都不行 都是的 選舉主任都幫你決定了 剛剛我們在想 講講以前 我們少年時 我有些朋友 那些風流的東西 突然回來 首先 這些事情 其實不是今天開始 去年 梁天琦那份郵件 已經傳出樣子 在區議會中 可以嗎 先不要說選管會 他沒有權 你連郵局 在梁振英底下的政府 大家不要說 我現在要稱讚曾蔭權 所有東西是對比的 當年我們現在很想 曾蔭權 如果不是2012年走出來 你想幫人民力量去拉票 就覺得最後一擊 明知道梁振英是壞 但想不到他是老財 在想得那麼厲害 這真是含家產 才是含家產 你好像連選管會 都很糟糕 你的何麗常客 都很淘汰 內褲都很淘汰 你會不會流出兒媽媽的血 含家產 吵架 連郵局都有政治審查 你可能在民建聯 那些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可能是沒有 當然 親疏有別 你玩到這樣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 吵架 不讓你們入打茅波 只是我昨天說 這次就很猛 其實基本上你已經要交由 你要印 不適合又要改 要去批 大家選過就知道 當然你說記不記得這些郵件 老實說 其實就不是很大的損失 其實如果我想過 如果我去選立法會 那些人只會記郵件 認識幾十萬 那我就不會記 為甚麼呢 因為我自己作為一個選民 其實我是不看的 當然我相信有些人會看 我看 有些人會看 但是你去看 你是從選甚麼角度看 你以為你真的會從選 我要選誰去看他的政綱嗎 你只不過去看看 你的評論人的身份 看看設計 有沒有錯誌 有沒有荒謬的事情 作為一個選民 你以為香港人 或者有些人這樣開大 那是很少數 是會真的相信你的政綱嗎 今時今日的政綱 說甚麼是政綱 你說回自己做一個立法會議員的願景 入到立法會議員會做甚麼 其實已經很厲害了 又要說 你倆爭取何時選特首 又爭取不知甚麼 你倆爭取立法會 取消功能組別 你倆爭爭 廢話 廢話 你根本現在這個立法會 那是廢話 好了 去年831 因為我們不肯拒 為甚麼會上街 就是因為要操控特首選舉 現在不用831 其實就操控了這個立法會議員選舉 慢慢慢慢看現在的勢頭 看現在的勢頭 最後吹個風 都還是含慮投票 投回泛民 即是大香港 如果大局也是差不多的話 香港就真的 大家買好機票移民就行了 你倆爭爭哪一角 哪一角 就好像這樣想 你倆爭爭爭 你倆爭爭 有時候我們做評論 已經為了 很多時候 譬如戴耀廷出來 那個時候 那個叫佔領中環 D-Day那時候 不想好 你倆爭爭 他們說是 老老實實說 喂 我支持建制派 有何不可 我倆爭爭 我就算做共產黨 還有最近 有個傢伙經常上網路 搞甚麼生意安 你憑甚麼說我生意安 我以前年輕人 那時跟14號 你都不知道聽甚麼 我背兩手生意安 就當然表我是生意安嗎 他還在分享那些片 我就多謝他 他誠摺 他可能不懂得怎樣剃出來 不過後來我們 在大國左洗心甲面 脫離黑社會 那樣 做事做到混亂 那些傢伙是支持民主黨 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抹黑民主黨 因為民主黨實在是欺負 本身就要欺負 老實說 你們繼續支持公民黨 繼續投泛民 接著會怎樣 你告訴我 你投勇武派又會好嗎 那也未必會好 但起碼要轉一下 起碼要先嘗試 說真的 啤梨這隻跟陳雲招吐政策差不多 自諸死地而後生 因為說真的 建制派欺負 我又懲罰那些欺負人 就算是後生後患 欺負到建制派就不用說 中共的走狗 但建制派怎樣欺負呢 即30隻和70隻的建制派欺負法 其實都一樣 因為都是如此欺負 而很無奈 因為有公民組別 因為有一個比例代表 就是建制派沒有可能消滅到 唯一和你抗衡是泛民主派 很多時候泛民主派就是不思進水 因為越有票就越不思進水 這令到我們進無奈之下 有時都心想 真的投你不下 有新選擇 當然是投手選擇 縱使最後新選擇不行 也可能是的 唯有我們就要再找更新的選擇 或者以後不投票 走去街頭 不是 你又這樣說 即是我希望 我不會再對這班凡民主派的議員 再進入去 會有任何期待 但總是暗中 但我知道我是十會失望的 希望照計沒有這麼欺負吧 今次你這麼欺負 你也不會這麼欺負 今次你不會贊成票 2014年雨格之後 回到去 欺負之中 被迫地都會好少少 進半步 誰知真的可以偏監表 也會阻人挨步 你想想 你法文主派其實很好做 只要一次你肯做 已經拍爛手掌 即是網絡23條 你一次可以參加 已經拍爛手掌 你那次是劉慧卿上來 叫做幫手 那次就是網絡23條 下到來 立即屌你兩個前小姐 前依依 你們是不是要上 不要罵他 那時候 當然 我也覺得不應該罵他 但是 是在那個時刻 當然 如果今次作非是最好 現在就全眾千古 很偉大 就是 那個網絡23條 只不過是因為 連建制派本身也不是 那麼有動機去過 一定要過 才被你們偷到雞 而且他自己也是 都不重要 最重要 他主要是民主黨 最初都不是打算這樣投 只不過是 吵你了 又是吵你了時勢 跟這個醫生註冊條例一樣 真的要想爆 所以我都說 Anyway 你現在去到這樣 大家可以否認識到 昨天旭文節目我還未聽 大致我都猜到說什麼 如果在我現在的立場來說 我是支持 唯有支持 而普成 就是現在 千人生爭 我只有一張票 我只有一張票 去endorse 我都不一定要支持 為何去endorse 你問我 就算波哥仔 很不喜歡陳雲 在新冬 如果你給我 推投票 首先我投票有兩個推準則 第一個 就是你會不會做議會抗爭派 很多人都能入閘 就算是何子光 我都可能會 都會入閘 即是撇開他去私院 或者撇開他不喜歡我 只要他進去議會抗爭 我會選擇你 但是去到第二步 再西就是理念 如果算理念 當然人社那邊就遠一點 因為我比較親本 會剩下金金 陳雲和梁仲恆 我反而會是陳雲跟他 抽選 為何呢 因為我上次看他對記者說的 西伯利亞 紐倫堡 我心想他有時真的 很瘋 到立法會 我猜不到他會做些甚麼 我覺得他會帶給我驚喜 因為他會帶給我 今時的立法會 和你所說差不多 你進去議事討論事 很難 真的要有些驚喜 有些事可以做到事 可能是調整整個政府 或者有些效果 他會帶給他出來 我相信梁仲恆很四平八穩 我猜到他會做些甚麼 但陳雲猜不到 所以我這些票 隨時就給陳雲 我在現在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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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新冬 之前那些事跟你一樣 就是無謂多說 我基本上 就算梁仲恆進去的話 我也可能會給陳雲 我自己 陳雲突然間 我大盤 今次你要穿打雷屁屁屁 這兩針英雄都很過癮 陳雲我當然和他吃過飯 很多年前 當然他沒有甚麼說 都是我多過他說 陳雲究竟是甚麼人 可能猜不到這一刻 我也覺得很難捉摸 我和他吃過兩次飯 喝過茶 但先說梁仲恆 我完全猜到他會去到哪裏 他去到哪裏 我都猜到 其實我猜到 他當選了 有可能會支持港獨 因為他是港獨底 他只不過為選票 他很正經地說話是比較悶的 但都是很正經的 但一旦不正經 突然說天打雷劈劈死你 這樣就過癮了 你不能害怕嗎?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在網上說有些私怨 其實不用理會了 我純粹是看一個人進到議會將會帶來什麼改變 如果不行就改變了 更何況他們自己會預約的 假如五區能進去 他們會辭職公投的 當然我覺得現在五區公投也不用怎麼搞 起碼四區隨時要選過 如果是釋法 即是大陸他們不想知道什麼 你們的內部事務 我不想理會你 其實都是四區的 但到時大家會怎樣 始終大家有自己的選擇 我們一會兒會說鄭家富和什麼好笑 他們說了一點 今天他們上庭 初一的班人 包括這一陣子要我全家死絕的容偉業 美國隊長 那是全家死絕的容偉業 每個人都叫我都行 你憑什麼事 即是我怎樣對你 尤其是我不懂得說 不過算了 始終我經常說到在後面留幾句 好像早一陣子的人跟我說 他真是狠狠狠 我現在才明白為什麼 甚麼都不要緊 可能因為我們的節目越來越多人聽 有影響力 人們更加起急敗壞 一定要這樣去抹黑 就憑你 屌你 等於什麼 做節目要有人說的 等於做明星沒有緋聞就玩完了 做節目沒有其他人去說就玩完了 其實現在整件案件會押後到9月23日才去再信 今天最主要在這個改變保釋條件談的時候 就被揭 透露不是被揭 黃台仰 牛津收了去 於是網上有一番風波 其實就不需要這樣做的 第一 搞抗爭的人一定是鄧公彤是廢青的 是不知何時的事 以前我小時候的年代 凡親見到大哥哥那些 拿著一套書帶那些 七十年代 我小時候的 去大學通常就是保釣 中文運動 認中關社那些人 我從來在那時候都覺得大學生應該是社會運動的先鋒 是不知何時大學生就抱著Hallokitty 然後反而就不懶惰你 現在這些年輕人 牛津收去 很奇怪嗎 有多奇怪 總好過你的臉 從小到大 每天都要去補習 買個課程的 六匹基的迪士尼 不斷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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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SE 夾 你好嗎 都拿不到 夾 你十分 然後就去澳洲 兜會圈回來 然後說 老爸媽 給他錢回來買個花來里 回到老爸公司去做半年 夾 你好嗎 然後就做 夾 你好 assistant to manage and director 那些就叫做 夾 你好 有為青年 好 夾 你好 像這些 黃台仰 我家人的牛津收去 不管他有甚麼原因 考郵也好 或者看到她是里里,在家裏做烂钩中药的,住在公屋的,那些人叫做废青 那些人现在我告诉你,这些人很聪明,因为上次你和他们吃过饭 其实近距离接触这两个年轻人,好像昨晚或今晚的蓝皮书的嘉宾 最重要的是,他们很乖,很斯文,乖想到这样的,做学生不想是这样的 很乖,好像昨晚我偷襲蓝皮书访问了,你好像阿咪,阿伯,阿Simon,是很有礼貌 如果他们以前我的同学被欺负了,直接给我们玩那一只,谁是这么乖的,暗乱冲 你说这些年轻人真的不需要什么,我希望他这个证书证课程 但今次我经常问你皇台,53万点来,即是暗示共产党钱 但如果收共产党钱,绝对没有可能见到达赖喇嘛 第二点就是今次很清楚,还有第二,如果收共产党钱 共产党怎会被警察踢爆他的链子收你钱 第三点,今次就证明了英国,是不是 老实说,五个字,财来自有方,搞运动就一定有金钱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很奇怪吗,大把有心人 这次就是英国还了清白 接着有网民说,搞坦户票站抗争,当然啦 根据选举活动指引,就不得无顾拖延投票,其实左人投票都是大罪 我觉得第一,很浪漫,第二,真的不要乱做这些事情 其实你要做这个杯葛选举,就一定要由参选的人开始 但技术上都难,因为不能退选嘛 而且你要很早起床,因为那些阿婆就投了两个钟 老人的软票全都出来了 如果你说是关心那些这样的建制票,你不如真的早一天 不管你不接你阿爷阿妈,老爸老母,什么东西出来都好 都放在那里,放在那里,就整天陪我 接着如果整阵拉那些公公婆婆在头上车 又拍照又什么又吵,什么都做齐 我认为这些更实际 刚才讲到张达明,学者也学者 他说表明担心中央会透过释法力保选举主任筛选候选人的决定 他希望这个忧虑是错的 他终于给了一封信,选举事务处回复 选举主任是根据立法会条例第40条例 决定梁天琦的提名无效 于是乎张达明在Facebook的网站说 很开心,很开心 之前我还担心他们会提醒人大释法 我错了 因为选举事务处的回复 是确认了日后的选举程程 法庭只需处理本地法律的问题 过程中是没有碰到基本法的 所以就看不上人大解释基本法 我只能够这么说 张达明是一个英国训练出来的生事学者 读坏书 对不对 读坏书 读坏书 不懂得变通,读死书 另外他去跟你说这些规矩吗 首先你挑选举一次 白字黑字都写在这里 他就是不跟 你看看联合声明他有没有跟 《一角拉制》有没有跟 《基本法》有没有跟 《变法》有没有跟 《一角拉制》有没有跟 你是独立就是独立 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千万不要这么小 好像昨天Simon爆了 CK我当然爆了 他在这一段时间 傻佬 他说CK一直都是 其实他一早都是港独 但CK说不要不要 有些人未接受到港独 我们要隐藏 后来CK瘋了 跟CK抹开 有些人都说 清静走这条路 你是什么水洗衣 其实某些程度 是要狡猾 我认同你说的 但是在这个弱势 现在你是一个小的组织 等于我们做生意 是一个小的公司 当然要出灼头 说众取宠 你两个都要做是港独 你先吸引了 你那批人来 可以吸引了 他目标是什么 我之前清静定位 很明显是想定待自己 好像众志那样 拿油铃票 拿中间 想到哪里都立 但是现在你清静不同 你继承了本民前的衣缝 你就要走本民前的路线 最少在立场上 要很清晰 或者港独 或者支持他用脑 要激进 严格点来说 要么你就不要继承他的衣缝 其实本土民主前线 我认识他 他们都不是怎么说港独 开头 有说过 但是不是怎么在他们的政杠 或者是怎么 只不过 本民前是怎么出来的 当然 就是因为在旺角那时候 是啊是啊 但是你现在的形势 如果你们知道 就全人类是港独 我告诉你 我真的有立此传诏 香港众志 得出几年 当然了 如果他真的收编了 我不知道 可能仍然是用这种民主化平 但我相信他也会支持港独 他也会支持港独 他的形势 还有清静 或者很多本土派对他批评不公平 你觉得不公平 或者你觉得无奈 你只能靠自己的表现 去帮自己去洗脱 否则你表现不好 是没有用的 其实青年新政 老实说有多少红 来来去 我们网上的油云 你基本上 做好自己 做好自己 慢慢慢慢 这只是过去的一宗小事 否则你做不好 怎么帮你都没有用 好 休息一会 想口齿凌厉 每天笑眉言人 现在美国的Opalacis美白牙膠 帮到你 用美国制造的 齿托式美白牙膠 成份 全容化简单 现在只需要每天一小时 就可以令牙齿 变得明亮和结白 那就不用在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里 轻松的美白 现在在Store.mihk.tv 你愿意要做吧